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歐德們 今天我們來玩這款遊戲叫做地牢獵手5 這款遊戲呢,在Steam上面 好像是免費遊戲吧,我剛剛 對對對,他是免費遊戲 這款遊戲是免費的 如果你們有電腦,你們剛好可以上網 又剛好有Steam的帳號 然後又剛好可以下載這款遊戲 又剛好看到老頭在玩這款 那你們就可以剛好來玩這款遊戲 好多剛好 講廢話 好啦,就這款遊戲其實 就想說免費的嘛,就下載來 然後上線玩一下 這款遊戲到底是怎樣 不過我看一下評論 好多人說這款遊戲是免洗game 就是那種換皮膚遊戲吧 同樣的一個遊戲模式,然後只是換了樣子 人物跟皮膚 然後還是在做同樣的事情 什麼自動巡錄啊 VIP10集啊,會送什麼東西啊 好,自動打過來啊 如此類的吧 喔 這什麼東西 聲音還蠻大聲的嘛,笑一跳 點進去之後呢,五個元素圖 喔,哇,他真的蠻屌的啊 據說這手機遊戲移植到電腦上面,他還給你這樣電腦按鍵呢 哈哈 欸 他的移動角色方式為什麼要用這個啊 我不太喜歡 喔唷,滑鼠可以 滑鼠可以啊 喔,然後又一件事攻擊 用滑鼠玩嘛,我不想要用鍵盤移動啊 喔,這個劇情怎麼樣,我其實我也不太想鳥啦 喔,總而言之就把他當成一個免洗game來玩 我來看一下啊 嘿 你殺小你誰 一跳下來,然後就是煩什麼 諾斯的 煩熱 諾斯 誰把他頭帶回來就能獲得一大寶石 什麼 喔 這是我吧 塞倫 懸賞目標 喔 我可以動了嗎 我可以動了 滑鼠左鍵或是方向鍵 呃 空白鍵 空白鍵有 有,喔 這也可以一鍵滑鼠玩啦 喔,有女的 喔,兩下都死了 哈哈 哈哈 怎麼有點像 HIPPYSON 按Q可以翻滾 唉唷,不錯喔 喔 喔 整體下來 不知道為什麼 還覺得蠻 蠻不錯的嘛 我覺得用電腦玩 順暢的感覺 還不是得靠我 喔 我沒有說到你幫忙啊 你在那邊 87嗎 這什麼 喔,據說這是免 這,呃 據說這是手機遊戲的 他移植上來 我覺得這樣子 整體下來感覺還不錯 唉 感覺不錯啊 按R可以放閃電 唉唷 啊 小廢物 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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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被揍是不是 喔 喔 骨骨骨骨 往這邊走 哈 哈 喔 他噴裝備的方式 好像暗黑破壞神喔 啊我撿了嗎 我要怎麼裝備啊 這不能裝備 Suffer 小廢物 賤錢 爽 喔 怪了 老頭 你無路可逃了 犯了 諾斯 啊 是死了 騎士 喔呦 他這個貼圖啊 超級像以前那種2010年 唉唷唉唷唉唷 他抓他誰 還是抓我啊 他這個畫質啊 這個簡直就是那個20102010年才會有那種畫質 白癡嗎 仙驅翼龍 多仙驅 多仙驅 啊 多仙驅 多仙驅 欸去哪裡啦 我的補血是按T是不是 好喔 嘿嘿嘿嘿 劍不可吹 殺小 仙驅個屁啊 他的劍不可吹應該是他在行動的時候是無敵的 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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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不可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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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逃跑了 什麼 我像我東西沒拿 氣拿目標獲得了五個五個鑽石手通關獎勵 超級手遊Fu 然後這卡片是幹什麼 裝備 他這個裝備只算算是一套一套的 他沒有分手盔甲腿跟腳 閉嘴閉嘴 少囉嗦 我只想打怪而已不好意思 沒有人想要知道劇情好不好 快給我打怪 大家 這個超級像2010年才會有的遊戲模組 你看 魔獸世界 好 直接開始這樣子 找到恩赤修女 我現在身上換了這一套 打 這是咕嚕嗎 你是咕嚕嗎 幹什麼幹什麼 嗚 嗚 恩 格朗 格朗達 加入索恩的人有什麼下場 好這就是我們要救的修女是不是 他把砍頭了嗎 我來了 格朗達 哎唷 哎唷 被我刺激到了 嗚 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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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黑 呼呼 啊這怎樣坐在地上打哈哈 幹什麼幹什麼誰一直跟他打我啊 走開啊 結束 獲取寶箱有寶箱可以撿 要不是為了賞金 對嗎我們是賞金獵人 恐懼蔓延之奴 哎呦這個遊戲還可以裝備其他的武器是不是 還真的耶我們等一下來換奴看看好了 有趣有趣 我們救了他 去這早晚的Daring Rescue 治療者效勞 感謝你救我一命 送你一份禮物 免費 好 打開 會不會仙人跳 F 我感覺我被仙人跳了 冒 凡聖之奴 這個是三顆銀心 跟我剛剛打到那個 有沒有不一樣啊 沒有沒有人知道你能開出什麼奇妙的物品 呃穿上新裝備吧 點險倉庫你可以帶兩把武器戰鬥中做切換 哦我們打到這個他媽超爛108 這個是死亡傷害 然後這是自然傷害 我們來裝一個489自然傷害好了 哎 不可以我不能聽你說話 他使用夢境之路很遠的地方跟我講話 這麼屌 哦 按tab可以切換武器 有了 好了不要擋路 這根本就是 獸魔獵人 按黑破壞神的影子 所以我說免洗幹嘛 獸魔 你你是獸魔獵人 是我是獸魔獵人 啊 我還會噴 這是幹嘛這東西 還噴了一個長擊 哇塞 嘿 吉莫哭 算了我還是拿雙刀好了 哥還是拿雙刀 王林是怎麼在城鎮中出現的 我哪知道 剛好逼是好 只要有怪可以打就好啦 打打打我就是要打怪 少囉嗦 嗯 嗯 我要跳下來 這個血比較多哦這個 辛克斯 以所恩之名 哦 哇 哇 怎麼回事 他為什麼被附身呢 附身合體 別靠近他 我把惡靈打出來之後呢 他說別靠近然後呢 哎呀他就補血補滿了 那我怎麼辦 再打一次 那要被惡靈附身 哦出來了 快點快點 趁現在 呦 在他還沒有附身之前先把他幹掉了 噴裝 必須要撤退啊我撿到什麼都不知道 我拿到什麼 哎呦拿到東西還蠻多的耶 好友來未嘉義 不好意思我陌生 我是我是邊緣人 我沒有什麼好友 噢還有閃電 這個是長幾是不是 這我剛剛打到的嗎 這什麼 我們再以下秘話哥 有人出賣了我們 沒時間了公會交給你 哈哈哈哈 莫名其妙我變成公會的 不要相信 然後就沒有講有沒有 是賽倫 要講不講的真的是 想要與賽倫決鬥 我們需要升級裝備 我們可以通過 龍柱提升你的裝備 每個菜單都會有頁面說明去看看吧 欸0塊錢耶 怎麼這麼好看 好啦好啦好啦 我還沒看完 你就說我教程完 完畢了 你是勒 算了 我現在怎麼辦 把它當成素材 好同樣武器的類型 可以拿來做升級的動作 花300塊升級 有比較強嗎 多10而已啊 啊 好啦好啦 我沒我 我設下了賞金 氣拿賽倫 結果真的是賽倫幹的 少囉唆 普通 快去抓住他 為什麼會覺得是賽倫幹的咧 我們什麼都沒看到也不見為鏡啊 不是啊 眼不見為平啊 眼見為平啊 算了 這是什麼東西 帶上一位盟友幫忙 好我就決定帶你了 整款遊戲呢 我個人覺得還算不錯啦 尤其是他把他移植到電腦上面 我覺得操作更便捷 不然會用手吸完 其實我覺得很便扭 好當然畫質就是渣 沒什麼好講的 哇 哇什麼東西 那是我帶的火盼嗎 哇 喔唷 一堆石像鬼 欸 喂喂喂 幹什麼幹什麼 想幹什麼石像鬼 我可以把他電暈 電他 那開護盾我真的沒辦法 真的嗎 打死他打死他 好嘞 我覺得我換遠程好了 看到賽輪了 遠程射比較快 不用靠近這樣子 他打快一點不能讓他開盾 開盾麻煩死了 解決 解決 賽 喔 力量手套 薩諾斯 哈哈哈哈 哇 力量寶石 他用靈魂寶石了 他使用靈魂寶石了 哈哈哈哈 打敗永生 十一手門人 只要圖騰在就不會受傷害 別跟我殺 我剛剛沒有注意看欸 主案子 我們是有 我們那個MVC 我們那不是MVC 我們那不是MVC啊 那個夥伴就快死了啊 欸啊我怎麼莫名其妙贏了 好吧 實在是非常的easy 普通模式嘛 好的 結束了 簡單來說呢 就是手機的質量啊 就這麼的簡單 手機質量啊 不要啊 我在不要跟你做朋友欸 馬上拒絕你 新的裝備 購物新的裝備了 到底要引導到哪時候啊 喔我可以拿盾了是不是 好的 我現在想要去齒輪調整一下都不行 你看又又又又引導我到某個地方去了 算了我覺得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了 後面呢還有什麼13等解鎖競技場啊 10等解鎖賽事啊 30等解鎖什麼協作啊 6等要塞啊 10級地牢啊 20級元素 不試煉 啊 諸如此類的 好啦 本來今天就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了 欸我只是稍微玩一下而已 讓你們看一下現在的免洗game都長什麼樣子 大致上就長這個樣子 啊希望呢可以在成 希望之後呢 啊不要再有這種類似的免洗game了 因為我真的覺得 太了無心意 啊即將實在的 好吧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啦 感謝各位看到最後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歡迎下方留言 或是分享出去 好讓更多朋友 讓更多的親朋好友觀看 感謝各位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不可能會有這個系列再見面了 拜拜 啊 啊